为了推广照顾儿童 必须要具备有托育照顾的专业能力 并且建立托育人员专业化的形象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 16号在北南遗址公园 办理了大手牵小手 美好托育齐步走的活动 表扬得奖的29位托育人员 来肯定托育人员 给予孩子最好的照顾 并且成为家长强而有力的后盾 台东县秘书长颁发奖杯 表扬辛劳认真的托育人员 而这次获得特殊贡献奖的 是安置机构哈拿之家的 托育人员廖国英 由于照顾的孩子 有着特殊的身体状况 必须用心细心照料 虽然倍感压力 但人全力照顾 希望孩子们能健康快乐成长 比如说会本的导读 还有机器动作 大小肌肉的训练 还有户外探索 那我们的孩子 其实每天的状况 都会有所不同 情绪有时候 高体起伏也很大 这时候可能就要 跟我们的同事互相配合 也许我们会把小朋友 带到比较 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范围内 然后就是适时地 给予安抚或者陪伴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 为了推广照顾儿童 需具备托育照顾的 专业能力 并建立托育人员 专业化的形象 16日办理 大手牵小手 美好托育 起步走活动 并庆祝母爱节 当中表扬 29位托育人员 感谢他们 为了培育照顾 下一代付出的行李 托育人员经过 有非常有效的 一个训练 跟学习以后 对于小孩子的照顾 真的是做到无为不至 可以让父母亲都非常的放心 把他交给托育人员来做 做养育跟教育的工作 托育人员照顾的用心 成为家长们强额有力的后盾 社会处也欢迎 有托育需求的家长 即向了解 托育人员专业课程的民众 都可以洽询 台东县居家托育服务中心 托育齐步走 记者长洁 台东市报道